英国天空新闻安全跟防务分析家克拉克说 这是俄军撤离基辅美其民事战略的撤军 不过说穿了就是其实根本就是战败了 克拉克分析数据之后说 俄军损失的装备是乌军的三到四倍之多 他还说俄军撤出基辅之后 回到了白俄罗斯重整旗鼓 不过看来有更多军队是派到了乌东 但现在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四月份了 俄罗斯的军队也正在有秩序的持续的撤出乌克兰的北部 对此前海军舰长吕里斯 他就发现一个相当不寻常的状况 他表示说像这种有秩序的撤军 他认为其实很可怕 为什么可怕呢 他认为像是当兵上和声化课程的时候 教官其实都会告诉大家 当敌人突然大规模撤队的时候 你要防止对方使用和声化 当然俄罗斯这次的撤退不见得 就一定会进行和声化的攻击 但背后一定有一个非常大的目的 我们来看 这是4月2号的状况 4月2号的时候在基辅附近 还有在苏梅附近 其实都还有俄罗斯的兵力 可是我们看到到了4月3号 整个都撤光 对 整个红色 上面那个红色全部不见了 对 全部都不见了 所以他真的是在撤军 对 他真的在撤军 可是有人说他只是要调整步伐 重新集结粮草 再次进攻 当然是很有可能 但是 他确实撤了就对了 他离开了乌克兰境内 可是像这种有秩序的撤军 其实是很可怕的 有当过兵的 你还记得吗 我们在上和声化的时候 教官怎么跟你讲的 教官都告诉你 当敌人感觉到 就我们感觉到敌人 不规则突然大规模撤退的时候 你要防止他使用什么怪招 和声化 那当然从一开始 2月25号一开战 有很多人说 他们要打核电厂 打了一个多月 也有打核电厂 也没有 然后接下来 又有人说 俄罗斯要发动核战 有吗 到现在有吗 现在是说要发动生化战争 你刚刚说了 你认为这个大撤军 或是把自己人给带开 是为了要做大规模 毁灭性的攻击做准备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他一定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在后面 因为他是很有计划的撤军 为什么 因为虽然看起来 我们看这是基辅附近的一条公路上面 可以放在马路上 他其实是嚇阻你 他连炸你都没有想要炸你 他要炸你怎么会是这样 一定是埋起来 这是战防蕾 有人说这个人去踢好可怕 没有 这要战车压过去才会爆 你人在上面跳都不一定会爆 要闪过去 对 他就用TTTTT 还有汽车从上面过去 没有压到也没事 另外这下面的这是什么 这是人员沙伤雷 他是怎么布放的 他是用飞机用降落伞布放 你看这里有一个降落伞 他是有降落伞布放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就是 他的撤军其实是有步骤的 慢慢来的 他为什么放战防蕾 让你不要追上来 然后他为什么人员杀伤雷 也是让你的人员不要跟过来 那他要撤退 也就是说你真的进攻一方 你都有这些东西吗 没有吧 这可能就是当初大家一直在笑 64公里的一字长蛇镇里面 那个车队里面有的东西 他可能已经准备好 不知道要做什么事 我们先讲不知道要做什么事 这种事情不能乱拆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尽量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就可以买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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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